到我們現在講2024年 屬虎的朋友的新潮運程 我們首先講一講屬虎的朋友 2024年你有什麼吉星? 會有翼馬 空星方面有天哭、天狗和叫客 翼馬在我們算命計算 其實我們翼馬都沒有吉與空之分 但以香港人來說 看到翼馬都不是一件壞事 為什麼呢? 翼馬可能代表你的工作上 出差機會或者變動 甚至有機會代表你需要移民 或者離開香港都有這か可能性 大家都明白啦 香港人是比較盡力的 如果你多了機會去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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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其實cases比較容易賺錢 stained目光おい我自己的性格 如果你之間你一個容易接受新挑戰 或者你一個積極性強比較的人 當然就會對你更加有利 不好的神殺 剛才也說到有天哭、天狗和釣客 天哭也有機會和殯儀和百事上有關 所以就可能要小心家人的健康 如果他們進行一些高危活動 可能你也提醒一下他們也要小心一點 另外天狗和釣客星都是一些自身有危險事故的星 所以不要說你家人,今年自己自身也要留意一些高危活動 另外也有機會是一些人事上的糾紛 還有一些喊殺 不要太衝動,要冷靜一點處理 否則多說兩句,多吵兩句 可能有機會有些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所以大家也要警惕警惕 屬府的朋友,今年健康運我會給75分 感情運75分 試運和讀書運都有80分 財運75分 今年努力努力 星運的錦囊 因為今年空星都比較多 可能有些空險,有些危險的事有機會發生 有些宗教信仰 你可以考慮一下,例如請一些關公的吊嘴 或者你一塊肉的吊嘴 找師傅開光也好 或者你自己用一些方法去做一些消遲的功夫 令到那些吊嘴有一些比較強大的能量 藍在身上就可以幫到自己去抵押一些空星的侵擾 就好了 就好了